从前,有一个以砍柴为生的穷人,他每天都会上山砍柴。 这天,穷人背着一大滚柴准备下山的时候,突然看到有一只狼中了猎人的圈套,尾巴被尖刀刺破挂在绳索里面,狼痛苦地呻吟着,好像是在向穷人求救。 这时,穷人看着天色已晚,本不想理会这种事,但是看见狼在痛苦地呻吟着,垂死挣扎,就像一个受伤的孩子一样可怜,实在不忍心一走了之。 于是,穷人就小心翼翼地把狼给救了下来,并撕破自己的衣衫,给狼包扎伤口。 等他觉得狼应该没问题的时候,就把狼给放开了。 狼凝望了许久穷人的脸,最后逃离了这个地方,并消失了。 这时,猎人刚好上山,他发现自己的圈套被人动了手脚,里面的猎物也被放跑了。 而此刻,猎人看见了柴夫双手还沾着鲜血,猎人怒吼道, 小子是不是你放在我的猎物? 穷人说,我,我只是看到那只狼太可怜了,所以就放了它,穷人承认了狼是自己放走的。 于是,猎人听完后非常的生气,就狠狠地打了穷人一顿,并拿走了他的木柴。 天黑了,穷人带着一身香赶回家,他望着躺在病床上生病的母亲,自己一天上山干活,一分钱没有拿回来,心里很是自责。 穷人的母亲听完了儿子一天的经历,非常的心疼儿子,但依然快儿子做得对。 虽然这一天没有收入,但穷人还是拿出应付灾荒的食物,去做了一顿饭,一口一口地喂母亲吃。 第二天一早,穷人早早地起了床,当他刚走出家门时,却发现自己救的那只狼在自家的门口跳来跳去。 嘴里还含着草药,当穷人走进狼的时候,狼便把草药吐了出来,放下后就离去了。 穷人仔细想了想,自己在救狼的时候,是没有受伤的,那么这个药一定是给母亲的。 于是,穷人就把狼送来的草药给母亲服下,没想到母亲服下草药以后,母亲的病立马好了起来。 最后,穷人才明白,狼是为了来报答自己的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一定要向故事中感恩的狼学习,得到别人的帮助时,要懂得说谢谢,要知道报答别人的善良。